簡單的 再來的話請各位開啟101這個 留下就是中文英文裡面的中文部分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有A欄跟B欄 這個邏輯跟剛剛那個很類似 只是說剛剛是刮鬍去做分割 但是呢這邊不是 這邊是我要取得的是什麼 我要取得的是中文部分 而且中文字還好剛好在開頭 也就是說開頭裡面呢 有幾個是中文 有幾個後面的話就英文跟數字 但是我不要英文跟數字 有什麼方式可以去算出 到底裡面有幾個是中文 有幾個是那個 那我就把那個中文部分提取出來就好 裡面的話可能會用到幾個函數去解決問題 裡面的話呢特別注意就是 我可以去算 因為呢在那個 Excel裡面 當然有分成那個所謂的全形跟半形 有沒有發現 像這邊的話呢後面SS 你原來字特別大 這個就全形 那全形字 跟那個什麼呢 跟中文 跟中文 它都算兩個 那如果是英文跟半形的 半形的這個數字 跟半形的英文都算一個 一個拜側 所以喔 特別注意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我們之前有學過一個叫LEN LEN有沒有 它底下有個叫LENB 意思就是說算幾個拜側 OK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喔 假如我可以 先用LENB算 你會發現這22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我用的是LEN的話 你會發現喔 LEN這個 沒有一個LEN 那你會發現它過來是 13個 也就是中間差了 幾個 9個 但問題來了喔 其實 差9個意思說 那裡面可能就有9個中文 不過為什麼 會多出 應該有3個而已 其實喔 就多什麼 多出這個SS SS剛好就6個 也就是說它應該 怎麼樣 所以我們還另外需要一個 就是你在算這個之前喔 你可以先把 這裡面所有的資料 先轉成什麼 先轉成半型 那特別是喔 如果你轉半型的話 中文沒有 全型跟半型的問題 它轉不過去 還是維持一樣 還是兩個半型 會轉的一定是SS 像英文跟數字 所以喔 裡面的話 第一個提示喔 我們可以用LENB 跟LEN 另外的話 你也可以用什麼 另外你也可以用 轉全型跟轉半型的 函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這是 有沒有發現喔 ASC 它叫什麼 將全型自圓 將全型自圓 轉為半型 欸 所以喔 我們可以怎麼樣 有沒有 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 假如我要做這件事情 這個先把它刪掉 我可以先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 把它全部轉成半型 有沒有發現 ASC很好用 它就把SS 變成SS的半型 那你轉完之後呢 其實齁 你就可以 再把這個東西怎麼樣 再剪下 放到LEN 跟LENB裡面 那我們只要什麼 把LENB 剪掉LEN 所以其實 再來嘛 插入一個什麼 LENB有沒有 LENB 然後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OK 按確定 16個嘛 對不對齁 然後呢 剪掉什麼呢 剪掉不要用LEN 就不要LENB喔 所以你就把 其實公司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聰明一點的辦法 就複製它 貼到後面 然後把那個B 怎麼樣 拿掉 對 所以呢 如果它是算Biz的話 它剛剛是幾個 16個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是算什麼呢 是算那個 幾個字的話 那就13個 你看看什麼意思啦 OK LEN是算幾個字 反正中文都算一個 可是算Biz是變兩個 所以也就會多三個字出來 按確定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前面三個字 留下來 所以可以再把這個公式剪下 用什麼呢 抓前面的字 從前面開始算 MID的話是中間 我們其實 這邊有個叫什麼 從前面是LAT 從右邊是Right 中間是MID OK 我們用LAT 然後把剛剛的字貼上 跟著你一下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貼下面這邊 幾個字 三個字 去哪邊抓 去這邊抓 你會發現剛好資料庫 按確定 那向下填滿的話 OK了 有沒有 剛好只有抓前面的中文字 那最後一個因為沒有中文字 所以保持空白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 這個裡面其實 就是 分成 1 A.S.C 2 L.E.N.B 貼到後面 L.E.N.B 再來用LAT 大功告成 不過剛好這一題 邏輯是因為中文字在前面 但如果他不在前面的話 那很麻煩 OK 這個因為是有個前提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要多學了 ASC 就是把全形字 轉半形字 當然未來 如果你遇到剛好顛倒 要把半形字 轉全形字的話 裡面有啦 你找一下 在B開頭的 B開頭的 OK 然後再來就是用L.E.N.B 所以特別注意 你會發現文字函數裡面 有很多多個B 像 L.E.B.S.有L.E.B.S.跟L.E.B.S. 他主要是算Byte 還是算幾個字 OK 差別最 最有關係的應該是 中文 中文 用Byte就兩個 算字就算一個 會有差別 其他應該就沒有 再來就是全形字 所以 可能遇到 以後遇到這種狀況 要不就是 就是轉 全形轉半形ASC 如果半形轉全形 就Big5 有一個Big5 OK 試一下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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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